大家现在呢很多这个长寿花都已经开花了 但是呢也有一些花有氧的这个长寿花 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开花的 那么现在还没开花的这些长寿花呢 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给它做四个措施 让它尽早的开花 首先第一个就是浇水的问题 长寿花呢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够积水 积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烂根的情况 如果担心积水可以 那么可以在盆鲁下面呢 垫一些东西来给它增加一个排水层 那么这根细长得好了 它吸收的养分更充足 那么它开花的可能就更大一些 那么还有第二个 那就是要及时的给这个长寿花施肥 长寿花呢想要开花开的多开到爆棚 那么在花期之前呢 一定要给它补充这个充足的肥料 可以使用这个磷酸热青甲 磷酸热青甲呢对花朵呢 是有非常强的催化作用的 所以每隔一个星期 就用这种磷酸热青甲逛根一次就可以了 还有第三个光照 长寿花呢比较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如果这个叶片暗淡发黄 开花又少肉弱 要记得搬出去晒晒太阳 花开以后呢就可以了结成这个短日照 可以延长这个花期 因为短日照呢是可以减少 它这个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慢了 那么这个花朵开的时间呢就更长 还有第四个 如果现在还没有开花的话呢 就不要再给它修剪了 因为修剪掉这些潜在的花芽之后呢 它的花期只能再往后推 等把这个花芽给分化好了 才能够开出花朵 现在这个阶段养长寿花呢 用好这四个技巧 就能够把它养得非常的好了 好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